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13间学校今天因为风暴停课 大街上随处可见被狂风吹断的电线 以及房屋的残垣断壁 当地阿弗朗半岛上大约9000居民家中断电 圣约翰斯市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 另外有6000户家庭今天早上恢复了供电 热带风暴Laisley高峰时期直径达800公里 本周二转为后热带风暴并登陆本国 最高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37公里 热带风暴Laisley为纽芬兰省以及拉布拉多省 带来大面积的灾害 当局目前还在估算损失总价值 另外由于天气逐渐转好 本国大西洋沿岸水路交通逐渐恢复 四高沙省至纽省轮渡有望恢复运营